法官大人 我的当事人 那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兵 优秀到 没有朋友 他为什么那么优秀呢 这要追寻他强大的基因跟噱头 因为他的爷爷 曾经就是一个赫赫有名的 坦克兵王 他在新兵连里各项成绩 都算是顶尖了 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炮长 一个车长 他最次最次也是一个驾驶员 但是 他遇到了一个班长 名字叫做牛努力 处处针对他陷害他 这样的一个大好青年 最后竟然沦落到了维修里 天理何在 公道人心何在 没到牛努力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法官大人 我是牛努力 是 我因为嫉妒张能亮的天赋和才华 他已经完全超越了我 所以 我一直给他使班子 不让他好过 我错了 我耽误了一个青年的 大好青春的一腔热血 我该死 我不配当一个兵 我甚至不配当一个兵王啊 这个都演不下去了 都演不发生我 一可以 我来